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V型反转不管在股票市场 不管在债券市场 不管在商品市场 甚至在外汇市场 在过去这几个交易日都发生了 我们要研究一下 为什么会出现V型反转 V型反转之后 V型反转的原因 我们就知道V型反转之后的发展 另外观察的是台湾的航运股 今年报的观众 当然是遍布海内外 还有包括大陆的知识星球的订阅的观众 我们就要从台湾的航运三雄 包括了从长荣 阳明 万海在今天再创新低 从7月7号 节气刚好是小鼠 跌到今天7月22号 今天的节气刚好是大鼠 从小鼠到大鼠 从小叔到大叔 这个航运板块 投资人不看周期 要看不看景气 难道看节庆吗 那为什么 因为大家不看BP 看P1 不看股价净值比 看本益比 所以我们想说 看航运股 假如大家都既然这样搞的话 就是泡沫发展 结果就从小鼠做到大鼠 从小叔做到大叔 但从全球的深V反弹 有没有可能在航运股 台湾的航运股发生 我们等一下也来做一个解读跟观察 好 那我们今天借用几位 台湾演艺圈的美女 用她们傲人的身材 跟令人羡慕的一些面孔 天使的面孔 魔鬼身材 刚好就跟市场一样 天使的面孔 魔鬼的身材 因为长大家都很高兴 可是在下跌 在拉上来的过程当中 这基本上是魔鬼的交易 所以我们先看到 全球深V反弹最凶的 当然直推美国股市道琼指数 道琼指数从7月16号 公布6月离送之后 开始出现瞬间的一个快速走低 甚至一度创下 今年半年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 在过去几天出现了快速的反转 形成了一个深V的反转 深V的反转 这是全球最漂亮的V型 也是大家最羡慕的身材 道琼指数为什么会深V 好我们除了看股市之外 我们来看一下原油市场 原油市场也出现了深V 这几天原油市场 在从7月6号之后进到高点 随着OPEC Plus的增产会议 油价一度大跌 油价大跌 可是这几天 虽然扩存数据是利空 可是我们看原油的价格 从昨天到今天 都出现非常明显的一个反弹走势 布兰特原油一度跌破70块整数关卡 在今天下午盘之后又重新站回 所以除了股票 包括了商品原油 也出现了一个深V的变化 另外我们看到外汇市场 这几天美元在挑战93.4 这93.4是个中期的反压 所以遇到反压做出了拉回 从昨天到今天美元指数涨度拉回 遇到93.4的压力蛮沉重 各位朋友这93.4能站上 这是大事 这可能是一个灰犀牛的事件 所以在93.4之间做出了拉回 美元为拉回主要原因是英镑大反弹 英镑的跌升主要受到7月19号 英国的解封 解封的政策摇摆不定 使得英镑的汇价出现非常大幅度的 一个前期贬值 这两天巨幅的反弹 所以在英镑对美元 外汇市场也出现了V型反转 我们当然用各位 各个台湾知名的性感女星 她们不同的深V 可以反映出市场上的变化 我们再看看比特币 比特币这几天也反弹 因为比特币的主力 马斯克又有新的讲话 可是比特币的深V就是郭彩杰的身材 这个V有V 可是这个V好像不太大 所以也算是个V 基本上它的美丽跟美貌 不在于它的大V还是小V 另外我们看到包括10年期国债收益率 国债一度跌到1.14% 这两天也出现利率急剧的反弹 可是从长期观察 这个V也不太大 不太大 所以我们看到引用台湾另外一位知名的女星 来形容V型反转 所以不管从证券市场 股票市场 到商品市场 原油 到外汇市场 我们看到英镑 甚至我们看到了加密货币的比特币 甚至包括了利率市场 都出现有大V 有小V 各种不同形态的V都出现 好那现在最期待的V 就是我们看到以台湾航运板块为例 因为我们看到全球航运股 在过去这一周拉回之后 都出现了初步指稳 甚至反弹的格局 最后台湾的航运板块 从7月7号到7月22号 从小鼠开始起跌 跌到今天大鼠 台湾的航运三雄 短短半个月不到的时间 就是一个节气 一个节气 一个节一个气 一年二十四个节气 所以两个节气就是半个月 半个月之内 阳明 长龙 万海 这三党个股的市值 就增发了9000亿 假如从整个航运板块 从小鼠到大鼠 增发的市值超过一兆台币 也就是这小鼠到大鼠 台湾的航运板块 就增发掉超过400亿美金 那不是小鼠到大鼠 而是从小鼠玩到大鼠 大家不看景气看节气 大家不看PB比看P1比 就会出现这种结果 所以观众友既然大家 该看PB不看P1玩P1 那我们也不用看航运景气 直接看节气 那可能比景气更准 为什么 因为整个的估值跟定价系统 既然被市场玩坏 那我们就顺着周期做观察 这个节气变盘 那历秋之前 那前面有大V到小V 那航运股有没有可能出现V型的反弹 或反转 好 那有没有V型反弹反转之前 那我们就要看到 从股市到原油 从原油看到外汇 从外汇看到加密货币 从加密货币看到市场利率 那这个V型反转的背景 我们跟大家报告 主要的关注跟原因 从股市到商品到外市 都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 齐全市场的变化跟发展 好 我们这边提供的图 是包括Rivahage 跟高盛所做出的这个报告 他们有不同的解读 我们在这边解脑当中 也会有两面 第一个叫做黑天鹅指标 也就是目前齐全的 整个的偏写指数 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我们简单来讲 卖权非常贵 看跌的卖权非常贵 比价平的期权 甚至看多的期权 都出现了非常不正常的定价模式 也就是同样 同样以波动率做观察 看跌的期权 是远远高过看涨的期权 所要求的价格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偏写指数 这也叫做黑天鹅指标 黑天指标出现两种变化 假如期权市场具有价格发现的变化 市场的崩溃跟崩跌应该就会发生 有没有发生 的确有 在上个周末到本周一 市场上一度出现迫现跟下跌 甚至叫崩溃之势 可是为什么又出现反弹 从另外一个角度做观察 因为太多的看空期权的买进 那才会价格过高 使得市场的多头部位 得到非常好的风险 这个区币 使得现货进步出现卖压的可能性变小了 因为大量的大量的伽马值 有齐全出现保护的作用 使得现货的抛售压力 在指数跟齐全快速波动 放大之际 反而没有进步调整部位跟组合的必要 所以这两种不同的解读 在过去市场上我们可以观察 一个是黑天鹅指标 就是直观 市场上不管是从VIX所谓的恐慌指数 或波动率指数 还是从整个目前看跌跟看多 还有价平的齐全的偏写指数观察 市场上的风险有放大 可这个放大另外显示的是另外一层含义 就是市场上的伽马值 正伽马值或伽马操作 基本上得到非常富足或非常完整的保护 观众朋友你有100亿的现货部位 当然你没有 你可能有100万的部位 假如你在恰当的时机 在本月初或在上个月底 做出了非常充分的避险 包括了put购买 包括一些期货衍生性商品的 一些避险工具的持有 这一波的下跌 基本上你没有现货卖出的必要 因为光是手上的put 或看空沽空的权证 基本上就可以完成的保护你在本金 或现货当中的损失跟风险 那会产生什么样的发展 就是速度跌得太快 使得你的避险工具的获利 会大于你原来现货或本金的损失 那形成一个非常巧妙的过程 反而使得现货的抛售压力变小了 反而使得现货进一步往下追杀的压力变小了 所以这个黑天鹅指标 拼金指数 它两种解释都可以解读 从过去这十个交易当中 市场上所出现变化 那下一步怎么发展 下一步怎么观察 尤其是黑天鹅指数既然那么高 似乎市场从价格发现的角度 可能有进步下跌的变化 那我们从历史做观察 因为上次来到那么高的水位 我们从过去五年中来做观察 是在2017年的年中 在2017年的年中出现 这黑天鹅指标 那市场上有没有跌 有跌 什么时候跌很重要 在整个黑天鹅指标来到最高峰之后的三个月 或是半年之后 全球市场才出现明显的拉回 也就是假如以这个黑天鹅指标 当作狼来了指标 狼真的来了 可是狼真的来的时刻 真的对于你的羊开始进行攻击 跟侵蚀的时候 那要时间做观察 所以我们常常在这几天节目提到 人有两种在进入市场上的风险 一种是本金投资损失的风险 这是实际的 而且是险性的 另外一种是隐性的 是不明显的 就是投资机会 没有掌握的机会成本 这是隐性的风险 我们不是买了赔 就是涨了没买 这是基本上做多就有风险 一个是买了跌 本金损失的险性风险 另外一个是 没买它涨了机会成本风险 它们两个都存在 但它不会同时存在 只会发生其中一边 狼来了 就是风险发生了 但狼不见得出现 你知道有狼 但你不知道狼何时出现 你也不知道狼会吃哪一只羊 所以从上次2017年年中出现的 预警指标 它的确在后来做出了价格发现的重要表态 可是它有时间的落差 所以最近我们看到 偏写指数再度创高 它是不是狼要来了 而狼什么时候来 这是市场做关注的 所以偏写指标 是我们特别要做掌握的 另外我们看到 这个是高盛所做的报告 从目前标普500的一个相对位置 跟整个市场上波动率 出现非常严重的背离 严重的偏差 而我们知道市场上可能过高 或超级高 市场上可能是泡沫 可能这泡沫即将破灭 可是从整个刚提到 目前市场上的地价 对于波动性的定价 定价反而是非常低 很妙 市场上来到一个消点高点 或是绝对高点 可是市场上它的波动性 不增反减 这是齐全交易出来的 那面对这种价格 自然价格过高 而波动率又偏低的时候 观众会发生什么事情 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因为所有的大型投资人 都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那这个故事就很妙 你知道狼会来 可是你的围离跟柵欄也见好了 到底狼来了会怎样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变数 但至少我们可以解释 为什么会出现各个市场不同的反弹 跟反转就出现大V的变化 最后我们要观察 从航运股做掌握 因为以台湾股市为例 可能很多 因为我们全球观众很多 包括从YT订阅我们节目的 还有包括在大陆 我们还有知识星球 在可以搜寻我们金钱报的节目 也有订阅 加起来将近1万人 所以我们这边要做一个观察解读 所以有的人买台股 有的人不买台股 有的人关心台股 不关心台股 我们更重要的并不是建股或是名牌 而是从台北股市发生的事情 来学习一些变化 我特别提到 在华尔街古老个谚语 有钱的人把钱留下 把经验带走 有经验的人把经验留下 把钱带走 观众 这个字 今天我在我们自己的 青年的好同学之间来聊天 他们就说 这很棒 可是要加一个字 叫做信 观众 来了 有钱的人把钱留下 把那个经验带走 有那个经验的人 把经验留下 把钱带走 观众 这个不是开车 所有的交易 所有的交换 我们举了极端例子 这样也了解 观众 是不是 是不是 那个最高定价 就在情色产业当中 有些人把经验留下 把钱带走 那想去观摩 想去参观 想知道万华人与人连结 到底是什么连结 对不起 你把钱带去 好 连结的经验你带回家 但把钱留下 不管在人肉市场 还是 其实跟人肉赏 一样的 金融市场 它同样 你把经验 还是把钱带进来 你要把什么给带走 所以我提到 从7月7号以来 不管是长荣 阳明外 很妙 节气变盘 小鼠 那天叫小鼠 小鼠 那天不卖 我卖的叫小苏 跌到今天 刚好节气 来到大鼠 从小鼠 从小鼠到大鼠 很多对于航运股的投资人 从小输玩到大输 甚至从大赢变成大赔 好 那为什么 为什么用节气来看到股票 不是景气循环股吗 用景气看 我们不看景气看节气 主要原因其实是个讽刺 该用股价净值比 用PB ratio 来进行估值衡量的不看 反而用P ratio 还记得吗 从上个月底到这个月初 大家说 航运股本一比不到10倍 太低了 太便宜了 这种荒谬的程度 就跟我们用节气 来看待景气一样 这是让大家了解的 所以有没有可能 大家都出现V 世光也有V 我也有V 航运股能不能挤出一个V来 大家的期待 观众 这不仅仅是台湾航运股的问题 也是我们投资人 常常碰到的问题 就是股票被套牢了 有没有可能反弹 有没有可能反转 让我不仅减套 还要获利 我们刚刚前面解释 从股市到商品 从商品到外汇 从外汇到利率市场 其实主要的程度 我们要特别从 整个目前期权的偏斜度 还有伽马值的调整 可以看到 为什么会急跌 为什么会反转 而这种反弹跟反转 关键还在于 伽马值的调整 还有偏斜度 下一步的变化 可是我们看航运股会反转 很抱歉 它没有这些条件 这些条件没有 是不是它就不会反转 节气变反论 看到航运股 尤其台湾航运股的投机的变化 你不用看景气 你只要看节气 你不用看PB 你就看PE 所以我们观察 下一步变化 这两天新闻是美国 我们看到拜登政府 在上个月宣布 要求FMSC 来进行调查 也就是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 针对在美国市场运营的 九大货币公司来进行审核 为什么是九大 官员为什么九大 为什么是九大 为什么不是十大 这前十大当中 为什么有一家不调查 官员为什么 为什么是九大 这九大不是前九大 这九大是前十大 有一家不用调查 也不必调查 为什么是九大不是十大 这九大不是前九大 而是前十大 其中有一家给漏掉 并不是漏掉 而就是明显的放水 让他过关 为什么 因为那一家是美国的乙兴航运 这个乙兴航运的背景不得了 他是以色列犹太人为背景 在美国的海运部门 基本上有长期的游说 跟政治现金的来往 所以这次很妙 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 基本上是个独立机构 可是也非常长眼的 把前十大漏掉一家 调查前十大的另外九家 其中也包括了中国的 也包括了丹麦的 也包括日本的 也包括韩国的 也包括了台湾地区的 所以进行这全九大的调查 调查什么很严格 调查这些企业 是否利用市场力量 向客户收取过高 或不恰当的研制费 跟留置费 所以开始进行一个 传播营运公共成员人的审核方案 好听到这个消息 基本上大家压力变大了 为什么 垄断行为 会不会开始被查处跟追击 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从8月9月10月 我们连续做过航运股 特别是货柜航运的专题 好观众为什么提到 就是其实做投资 不是看节气 而是看景气 做投资 不是单纯看一个指标 而是用恰当的指标 更多的用宏观工具来进行分析 我们在去年提到 不完全竞争市场 市场的竞争模式 分成完全竞争 跟不完全竞争 而完全竞争 是类似乌托邦的理想国时代 没有完全竞争的市场 大部分的竞争市场 它可能倾向完全 但有一点点瑕疵 所以都可以亏类为 不完全的竞争市场 从长期的角度做观察 没有一个市场能够垄断 能够长期广站 长期买方垄断 或长期卖方垄断 它都会慢慢慢慢 偏向完全竞争市场 哪怕是差1% 差2%的竞争程度 它也会倾向完全竞争市场 为什么会这样发生 垄断独占是怎么形成的 昨天晚上荷兰的ASMO 全球最大做EUV的半导糖的供应商 公布的财报 非常漂亮 而且调高了2022年的预估 大家最关键的 EUV的产能明年会拉高到65台的年产量 再度创下新高 可是在ASMO的财报当中 出现一个令大家比较关切的事项 就是单一客户 单一客户就占了全球ASMO厂商 40%的营收 39.7% 指的是谁 台湾的台积电 所以很妙 这就是一个博弈过程 因为全球提供EUV的设备 就一家垄断ASMO 可是ASMO的客户关系当中出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买方垄断台积电 就变成ASMO假如没有台积电 它毛利最高的产品将会失去最大的需求 可是台积电在EUV的采购当中也只有一个ASMO供应 所以没有ASMO台积电买不到最先进的曝光的制造设备 好这就是个博弈 这是个市场垄断行为 所以到底是ASMO上去还是台积电上去 到底是ASMO下去还是台积电下去 所以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做观察 很多人对经济学都当作是个学术理论 可是事实上我们不断在投资的验证当中让大家了解到 其实经济学有很多地方 它可以变成各位观众朋友 你投资财富的来源 我们一直很自豪很骄傲 去年8月9月 谁会观察航运股 那经济学就可以告诉你 有一些具有极大潜力的产业板块 甚至个股正在等待好事会发生 好事会发生 所以到底6块钱到12块钱好赚 还是120块到240块好赚 6块钱到12块钱的风险大 还是120块到240块的风险大 同样是一倍的报酬 但它背后好不好赚 它的风险高不高 那就是从经济学逻辑可以做掌握 所以我们再来航运板块做关注 因为航运业目前出现的是寡头垄断 这是我们去年9月7号 在今天部分跟大家来进行分享 我们从价值因子 从周期因子 再讲到经济学的垄断行为 从各种因子做配合 先找出周期因子跟价值因子 这是当初我们在对于整个津铁杆 在分享当中所做的观察 就是因子分析 有动能因子 有小势值因子 有成长因子 有价值因子 有周期因子 我们透过一系列的分享 让大家来找寻每一个因子 不用代言含印 有因子就像是有堆柴火一样 它会不会引爆 还有另外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在8月份因子分析 分享讲完之后 我们在9月份就引用了竞争市场 来直接举例 当时举的例子 举的就是寡头垄断的例子 航运板块 在货柜航运板块形成了三大联盟 它出现了寡头垄断 寡头垄断 不管是寡头还是垄断 还是寡头垄断 只要是垄断 就会有垄断利益 垄断利益 就是超出正常经济利益 超出正常会计利益的潜在来源 有了周期因子 有了价值因子 两个配合 再配合垄断地位的确认 好事就会发生 从8月份到9月份 我们跟大家做分享 最近市场估值比较高 市场一旦进行估值修正 我们会进行另外一大堆的系统分析 让大家来掌握这个机会 当然我们可以举例子 让大家了解到 到底投资机会在何时发生 我们跟大家来做分享 垄断怎么做打破 垄断又怎么产生 包括了竞争手段跟勾结行为 这个垄断跟勾结 其实有很多的因素跟要素存在 我们看到航运非常明显 第一个在船班当中出现了垄断的动作 这个班次不管是大洋联盟 还是2M联盟 他们形成航班控制 最大的控制基本上是码头控制 我们看到很多的航商 他都有自由码头 观众你去看一个东西 你看洛杉矶港或长滩港 每天都有航班进进出出 有的航班在港外 毛泊等待进港 你去看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全球前十大航商 它的毛泊就等待期最长 那就是台湾的万海航运 它的停泊期比正常的马斯基 中远洋或是现代 或是台湾的长龙阳明都要酒 而且酒可能超过一倍 试过去观察 为什么每次停在洛杉矶 跟长滩港外面的 就是万海航船 我们一起等 我们大家好朋友 一起去洛杉矶跟长滩 约好了 你先走 我后到 你今天装满货 你先走 没关系 我每天到 我们都到洛杉矶了 再赶快等 聊天 套餐 你好不好 我到了 我们来无线电 来打牌好了 聊天好了 好过两天 你去洛杉矶港 我还去等待 那过几天 你走了 万海小朋友 我们明天见 万海哭了 我明天见不到 为什么 因为我后天的货 可能还卸不掉 所以我们到底 何年何月会再见面 不知道 那万海的船 甚至人家已经玩反一圈了 基本上 他好像还在等 你懂意思吗 什么原因 因为万海不在这个联盟当中 万海不在这个联盟当中 所以寡头跟垄断过程当中 有的航商就遭到不公平的待遇 万海的船在很多国际港口当中 他只能慢慢的等 静静的等 默默的等 只能不断的等下去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属于自己的港铺码头 所以在三大联盟当中 万海只能找空档来插队 好 观众也不是万海可不可怜的问题 主要原因是寡头垄断 在很多的海运公司正在发生 其实万海可以做出一个申报 跟美国的海事委员会说 他们垄断 他们不让我们靠港 海运跟港铺虽然是直营的 但也说是连营的 但这两个产业不能形成垄断行为 不能说扬明的港口 就用不正常的垄断 来排挤其他的航商来靠谱 万海可以举报 可万海为什么不举报 观众朋友 因为市值管理的需要 因为有人赚钱 不是靠能不能靠港 或他的船只周期 他从股票市场赚钱 什么意思 所以什么样的老板 就碰到什么样的投资人 不看周期 看节气 不看景气 看小鼠跟大鼠 不看市净率 不看PB ratio 看市盈率 所以什么样的投资人 就是什么样的老板 万海应该去举报 举报什么 跟美国的海事委员会说 这个治港费研制费 我万海受害最大 为什么受害最大 因为他们不给我靠 为什么不给我靠 因为我不是三大联盟之一 我没有加入三大联盟 万海很可悲 万海很悲催 可是万海不敢多说什么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有默契 大家越拖延 大家愿值 愿研制 我们就可以收取或扫取 更高的费用 好观众朋友 航运股会反弹 以台湾航运股为例 其他国家的航运股 并没有那么大的修正 主要是因为台湾航运股 涨了泡沫了修正 可是会不会有 深V或大V的出现 观众朋友 今天节目一开始 很多人就问说 世光你要消遣女明星了 我要消遣回去 观众朋友 不要看大V跟深V 我们不要用眼睛做行情 我们要脑袋来做思考 好休息一下 我们在进行部分 我们要延续昨天话题 既然三大航运股 会拖消失了9000亿 从7月7号的小鼠到今天22号的大鼠 9000亿不见 整个航运股的一兆不见 那请问观众朋友 这9000亿去哪里了 观众朋友 9000亿去哪里了 以长荣为例 7月6号市值来到1.2兆 今天市值剩下7563亿 总共这半个月 长荣海运的市值 少了4437亿 观众朋友 每天都来做投资 没关系 我问你4437亿去哪里了 是去长荣的张家口袋吗 还是去了老谢的口袋呢 还是去谁口袋 这4437亿去哪里 他不会平工蒸发 还是会平工蒸发 到底包括了万海投资人 你看过去这段市值消失了2507亿 你赚要知道从哪里赚的 你赔也要知道赔给谁吧 阳明这半个月市值增发了2778亿 茅台9今年以来市值增发超过千亿人民币 到底这些钱去哪里了 休息一下 今天的部分为大家再度追踪 延续昨天的题目 这个财富是怎么来的 财富又怎么去的 休息一下 马上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